MIRROR演唱会事故 消息指警方精神拉了五个人 包括制作总监 李格昭说维护国家安全 是香港的重要事名 内地新增新冠本土个案破曼 广东占超过3000众 大家好,我是黄炉奇 MIRROR演唱会有大型屏幕度下事故 消息指警方精神拉了五个总承办商 和致承办商的职员 包括制作总监 据了解警方和政府 最快下午交代进展 警方精神大约六点 在全港多处 包括大角嘴 元朗等展开拘捕行动 拉了四男一女 全部人最终被带犯红磡警署继续调查 消息指 被捕的五人分别是MIRROR演唱会 总承办商艺能工程 和次承办商协兴隆的职员 包括项目经理和工程的高级监工 也有银能工程的制作总监 涉嫌欺诈和容许物件由高处堕下 虎事后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 调查事故原因 初步发现 涉事断裂降索的承受力较正常低大约两成 跌下来的屏幕实际重量较新部的重 稳定降索的护城装置安装不当 磨损涉事降索 最终令降索出现老化 事件另一个关注是 今次事故有没有违反政安建条例 受伤无缘由哪个雇用 或者是属于自雇人士 消息说 政府相关部门最快下午交代调查进展 据了解工作小组9月底 已经提交报告的初稿给政府 并咨询律政司意见 三个星期之前 再就部分事宜进一步讨论 作最后定断 无线电视记者曾根部报道 行政长官李嘉超说 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的重要使命 又说法律周不是讲好 香港法治故事的好开始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离的部分 香港特别行政区 自然要肩负起 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报 这个更加是一份重要的使命 未来我们必须持续增强悠患意识 建立底线思维 确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工作 持久进行 除了加强执法 情报收集 宣传教育 筹备立法等工作之外 我们也会加强对外界 说好香港的真实法治故事 警队举行纪念日仪式 悼念因公殉职的警务人员 仪式在湾仔警察总部举行 出席人士先默哀 悼念警队成立百多年来 因公殉职的警员和副警 警务处处长肖杰宜 部警总监杨早次 和其他警队协会代表先后献上花圈 今天的纪念日仪式 亦都是警队首次以中式部粗进行 同时在警察总部的警队纪念场 亦都揭幕 场上刻有三百七十个 因公殉职的警员名 肖杰宜致辞的事后说 警务人员执勤期间 女女身陷险境从不萎缩 又说维护法纪的道路从不平坦 信职人员的牺牲 推动警队维持社会治安 维护国家安全 高等法院上诉庭 驳回律政司上诉 继续批准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就期涉及的国安法案件出庭抗辩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批评决定放弹 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宜评论 我一向都觉得不适合 也都不会评论 其他人一些个人的意见 第二一些进行的案件 尤其是一些进行的法律程序 其实都是不适合去做个评论的 大家都会明白 我们最根据都需要尊重司法的制度和程序 但是有一条强调 我们任何的事情 律政司所做的行为 都是依据法治符合法治精神 绝对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针对性 或者其他的情况 内地新增新冠本土个案破曼 达到10,535宗 以广东省疫情持续 广东主要有超过3000宗 主要集中在广州 其中有200多宗是由无症状感染转做确诊 海珠区原先的管控措施 原定在今日午夜街门 但当地政府说为了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决定再强化管控 凌晨开始生效 直至礼拜日午夜 期间所有居民要留在家 每日每户可以派一个人 分时和分区分流 就近购买生活物资 小区、产业园区等等 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 而食肆暂停营业 公共交通继续暂停 网约车和出租车也都暂停服务 内地一年一度的双11电商购物节展开 但近期各地疫情升温 影响物流供应 业界对今年萧程的估计比较保守 有着广州记者周俊峰了解过 又到双11 广州市民有没有在网上买买买呢 不少商家提早至少半个月 开始预售货品 但近日疫情升温 广州部分地区更加实施管控 双11生意难免受到影响 这间广州电商营销近一个礼拜 帮客户出的大约10万张双11订单 有十几单没办法送递到当地 你看广州都分成这样 我们还算是运气好的 但是已经有二十几个同事被封控在家 那这样的一个环境你不得不保守 有服装公司在广州的仓库园区被封控不准出入 需要临时抽调门店或者外省的商品去发货 有品牌服务供应商选择将资源投放在大数据上 由预售到双11当日的情况 这间公司都有大的实时数据表 反映近30日的成交总额和合作品牌的销售情况 基本上来说我们现在的服务的客户的数量 是会有一定的收缩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投放体量是会上升 我们整个大市场其实都是一个洗牌 他说市场竞争者变少 但有实力的商家会用更大预算去促销 无线地自主广州记者周章峰报导 休息回来会报导 港股做好一度重上晚七点楼上 俄罗斯宣布由克尔重设军之后 古克兰部队推进 发现俄军在克尔重使封置地雷 欢迎新闻时间 我们先看看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报 16962点升881点 总成交超过863亿 最会有港股 腾讯空股升16.8 美团升13.1 阿里巴巴升4.5号半 香港交易所升23元 营赋基金升8.7 快手升5.4号半 药明生物升5.5 碧桂园升4.2 友邦保险升4.5 比亚迪股份升9.7 看看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6号 友邦保险升4.5 中国移动升6.5 香港交易所升23元 香港中华煤气升3.5 恒生科技指数报 3379点升207点 互港通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余额 大约411亿 而投资内地A股的互股通 每日额度余额大约483亿 至于新港通的额度使用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余额大约398亿 投资内地A股的新股通 每日额度余额大约488亿 34年代代以9千万百倍 顺利市区移动 区移动 留意 Lun昌 长得合格 政府刊憲公布,撤銷市建局前主席張振苑 及立法會前議員何秀蘭的分證或名譚 政府刊憲公布,撤銷市建局前主席張振苑 苑2010年獲頒金紫經勝章,亦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他曾任商品交易所主席,被判在任時隱瞞商交所惡化的財務狀況 已避過證監會,撤回自動化交易服務認可 串謀詐騙及欺詐罪成,前年入獄四年 何秀蘭亦被截銷太平紳士名銜 他早前被判在反修例事件中,組織及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 他亦是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香港法律州進入最後一日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閉幕活動支持時重申 國際調解院就被辦公室在港成立 充分體現中央支持及國際影響 國際調解院是中國和多個國家共同發起建立的 將會為國際爭議提供友好、靈活、經濟變節的調解服務 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 不但體現國家大力支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 亦都標誌著多個國家共同對香港特區投下信心一票 香港具備充分條件可以成為以促成交易解決爭議為本的 亞大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施政報告提到重啟私人參見居屋 外界認為樓市下滑 項目可以為發展商提供其他收入來源 預計會受發展商歡迎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多項房屋政策 包括重推私人參見的居屋 亦都鼓勵私人發展商申請土地改劃 以改建成資助房屋 有學者就認為會受到發展商的歡迎 近期樓市有些回調 其實都可能會令到一些私人發展商都會有興趣 參加這些所謂公私人合作的一些居屋計劃 可以為他們所謂帶來多另一個收入來源 政府早在上世紀70年代 推出私人參見居屋計劃 將項目的權益回首給合作的發展商 較具代表的是紅灣半島的項目 直至2002年樓市低潮期 私人參見居屋的計劃亦都停止 後期再重建居屋之後好像就沒有找私人去做參與 因為令我們覺得會不會衙門多了規矩 又或者政治氣候不喜歡官商合作 當然我覺得這個是可惜的 公屋聯會總幹事趙國偉就認為 政府重啟私人參見居屋計劃 有助加快供應房屋的建屋糧 不過政府要給更多優惠 才可以吸引發展商去參與 在地價方面的確需要一些支持才可以做到 如果他們用一個所謂十成的地價 去興建一些資助房屋的話 似乎就比較困難一些 他認為可以參考房協的做法 例如保地價只是地皮估值的三成 有較低的入場門檻 吸引發展商去參與 無線電視記者林卓良報導 大家好,我是黃詠琦 這一節先看看財經消息 恒星指數最新報 16962點 升881點 總成交超過863億 除了港股 雙春控股升16.8元 美團升13.1元 阿里巴巴升4.5元 香港交易所升23元 盈富基金升8.4元 是升8.7元 快手升5.4元 若明生物升5.5元 碧桂園升4.2元 友邦保險升4.5元 中國移動升6.5元 香港交易所升23元 香港中環會氣升3.5元 恒星科技指數報3379點 升207點 大地股市 上證綜合指數升45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225點 其他新聞 MIRROR演唱會有大型屏幕 莫度下事故 消息指警方清晨 拉了5個總承辦商 和次承辦商的職員 包括製作總監 據了解警方和政府 最快下午交代進展 警方清晨大約6點 在全港多處 包括大角咀 元朗等展開拘捕行動 拉了4男1女 全部人最終被大返 紅磡警署繼續調查 消息指 被捕的5人分別是MIRROR演唱會 總承辦商藝能工程 和次承辦商協興隆的職員 包括項目經理和工程的高級監工 也有銀行工程的製作總監 涉嫌欺詐和容許物件 由高處墮下 副事後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 調查事故原因 初步發現攝氏斷裂降索的承受力 較正常低大約兩成 跌下來的屏幕實際重量較新部的重 穩定降索的護城裝置安裝不當 磨損攝氏降索 最終令降索出現老化 事件另一個關注是 今次事故有沒有違反徵案件條例 受傷沒有原由哪一個僱傭 或者是屬於自僱人士 消息說政府相關部門 最快下午交代調查進展 據了解工作小組9月底 已經提交佈局的初稿給政府 並諮詢律政司意見 三個星期前再就部分事宜 進一步討論作最後定斷 無線電視記者曾根部報導 地症總署署長黎智華 新冠病毒快速測事情陽性 即是安子人隔離 黎智華昨日有上班 工作時有戴口罩 和遵守有關的防疫措施 最近沒有案有紀錄 廚方會為相關辦公室 徹底清潔和消毒 內地新增新冠本土個案破萬 達到10535宗 廣東省疫情持續 廣東有超過3000宗 主要集中在廣州 其中有200多宗是有沒有症狀感染 尊重確診 海豬區原先的管控措施 原定在今日午夜戒門 但當地政府說為了有效阻斷疫情傳播 決定再強化管控 凌晨開始生效 直至禮拜日午夜 期間所有居民要留在家裡 每日每戶可以派一個人 分時和分區分流 就近購買生活物資 而小區、產業園區等等 嚴格實行封閉式管理 食肆暫停營業 公共交通繼續暫停 而網約車和出租車也都暫停服務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部署優化防疫工作 強調堅定不宜觀設動態清零總方針 中央政治局常委 星期四召開會議 研究部署進一步優化防控工作的20項措施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講話 會議指出受到病毒變異和氣候因素影響 疫情可能進一步擴大 防控形勢仍然嚴峻 必須保持戰略定力 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堅定不宜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 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要疑快制快 集中力量打好重點地區疫情殲滅戰 採取更堅決、果斷的措施 壓制疫情擴散 絕對不可以等待、觀望 要準確分析疫情風險、針對核酸檢測、疫苗接種等方面 採取更為精準的舉措 亦都要大力推進研發疫苗和藥物 做好重點人群疫苗接種 要切實滿足疫情處置期間 群眾基本生活需求、保障體病、就醫等基本民生服務 加大對腦藥病殘等特殊群體的關心和幫助力度 會議亦都指出各地要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糾正層層加碼、一刀切等的做法 盡力維護正常生產工作秩序 充分認識抗疫鬥爭的複雜性和監距性 強化責任擔當、增強鬥爭本領 堅決打贏常態化疫情防控攻堅戰 無線電視記者陳雪兒報導 近年本港興起含有CBD 即是大麻二分的產品 政府上個月公佈立法禁售 商店如何應對呢? 這類產品在部分海外國家是合法出售 如果消費者在外地買了再帶入境 會否違法呢? 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我們去年12月曾去過旺角信火中心 當時很多格仔店都有賣CBD的產品 我們這個星期再去旺角 多個商場都看不到又賣 有餐廳因應法例即將生效而轉型 部分更加是已經結業 情況是怎樣呢? 化名Cassie兩年前在外國接觸 俗稱CBD即是大麻二分的產品 現在一個星期都會用一兩次 因為剛剛那一陣子我睡得很差 又有jack leg 然後自己情緒也有些差 於是借朋友的用來吃一下 臨婚前用了少少之後 個人好像沒有那麼緊張 和容易放鬆少少 睡得好些 那我就比較喜歡用吸入式 類似電子煙那種 他說當時CBD都剛剛在香港興起 大型的商場或者小店都有CBD產品 但最近大半年已經很少見 兩年前香港其實是買到整行整市 有很多大的商場有很漂亮的店 很高級的店 在賣外國的品牌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政府開始放風 說想取締CBD 於是就全部收拾了 過去大半年突然之間 所有賣CBD的店鋪都笑聲 可能都知道接下來沒有商業價值 政府早前宣布 明年2月起將大麻二分的產品 列為危險藥物 管有或者供應CBD的產品 即屬違法 Cathy家裡還有三合吸入式 打算新例生效前盡快使用 這個條例是來得比我想像中毒辣的 我有些朋友就比較慘 他好像燥到整個屋都是 我們有談過會不會是 2月生效之前開個party 這樣 即是 這個狂歡派對 這樣被所有人一次過用 我們去年12月曾經到過旺角信火中心 當時有很多格仔店都有售賣CBD的產品 這個星期再到旺角 幾個商場都已經見不到有CBD的產品 旺角這間台式飲品店 曾經推出CBD系列的珍珠奶茶 現在都已經停售 我請問之前是否有CBD兩茶 之前有CBD的 可以買的 噢 而尖沙咀這間酒吧 餐單上顯示一款酒含有CBD 我們向酒師叫了這款酒之後 他說現在已經不會再加入CBD的精油 只是餐單還未更新 Cony兩年前獲中環蘭桂方邀請 開了一間大麻糬分主題的咖啡店 但只是經營了兩個月 當局就開始抽查市面的CBD產品 有沒有含有違的成分 他說當時自己都很擔心 開始考慮轉型 近期就做漢堡包期間限定店 第一次我們作出一個轉型 應該是3月的時候 就會循序漸進 更想試試做Palmerham 即是那些火腿的爛盤之後 八九月 我們一直都接洽一些香港品牌 看看能否做一些合作 推出了一系列比較健康的 漢堡包選擇 還有一些特色的咖啡 他說過去一段時間 部分售賣CBD產品的商戶 成立了一個對話群組 大概30至40人 討論大家都應不應該繼續經營 我們有一天在蘭桂坊 聚集在一起 面對面聊天 大家都很擔心 或者大家的去向是怎樣 當時其實很大部分人都比較激動 可能有些剛剛是投資了一些錢去買貨 或者因為不明朗因素之下 可能行家的產品是被收了去協助調查 或者被人拿去實驗室去驗一下 所以大家其實都挺緊張 還有挺大壓力的 到上個月政府公佈立法禁售CBD產品 Cony說算是塵埃落定 我想大家同行都有一些死心 終於到 在過去那半年 要結業的已經結業 或者已經將他們的生意轉移去別的合法國家 或者盡快散貨 心情是有些釋懷的反而 即是好了終於都塵埃落定了 警方回覆說CBD在明年2月 納入受規管危險藥物後 警方和其他執法部門 會密切關注含有CBD的大麻產品 根據情報搜集、公眾舉報、風險評估 和對市民大眾的影響等 即時就販賣大麻產品採取執法行動 消委會就表示 留意到很多商戶陸續收起CBD產品 或者在幾個月前已經促銷賣出 一些糖、朱古力 又或者一些包裝飲品 都是曾幾何時流行的 但是當說有這個法例的時候 明顯看到食品 相關的店已經少了 很多差不多找不到 但是反而是一些產品 例如護膚品、按摩油等 可能有機會有些促銷的情況出現 但是在近一兩個月都明顯是少了 他提醒距離法賴正式生效 雖然還有一段時間 但消費者要小心留意 避免誤扣含有CBD成份的商品 尤其是從海外返港的市民 消費者其實現在零加三之後 大家都很踴躍去外遊 其實在外國也有些國家 CBD是一個合法的產品 所以如果你去到外國那時候 不經意去買了一些含有CBD的產品 但是自己又不覺得 又是儲存了的話 這個又是另一個風險 如果條例生效之後 到時就可能是 可以說是一個販毒的罪 混毒的罪 立法會議員葛珮凡一直關注CBD議題 他說支持政府今次修例 認為在抽取CBD的過程中 很難完全避免滲入其他有害物質 去到去年的年中 我們陸續收到很多家長的投訴 都看到很多大麻異婚的產品 標榜CBD的成份 在糖果、餅乾、一些美容護膚產品 裏面都有的 他們覺得會影響他們的小朋友 覺得大麻異婚都可以 成行城市周圍都可以賣 其實我們是支持今次政府的法例修訂 因為大麻異婚是很難 純是大麻異婚的 多數都會混合這個THC的成份 即大麻的成份 不過他擔心CBD在部分海外國家 仍然合法 建議航空公司和政府 安排在機場設立收集商 以免遊客或市民不帶CBD產品入境 包括和航空公司合作 在登機集口和來香港的航班上 都應該提醒旅客 如果已經帶了相機 或者已經放在機艙行李 政府也承諾會在機場不同的範圍 出口的地方放一些桶 好像現在我們出境的時候 不可以帶水入機場一樣 有一個桶可以給你之前 就可以扔下去 政府表示在法例生效前這段時間 設置了10個收集商 給市民棄置CBD產品 我們看過其中3個 分別在香港、九龍和新界的收集商 都只是一個報紙包著的物品 葛佩帆說去年開始陸續收到商戶查詢 有關CBD立法的事 如果商戶至今有貨品還未賣出 他建議他們放到政府的收集商 當時我也收到一些商戶的查詢 他們都說如果知道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都盡快去處理一些產品 也不打算再入新貨 所以這個討論其實 對香港社會也有建設性 因為事實也預早讓商戶知道那個情況 讓他們及早去準備 金讀書回應說 網上買賣CBD產品同屬違法 執法部門會加強網上巡查 需要的時候採取執法行動 時事多片題今集時間夠了 拜拜